文靖雄議員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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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傳媒朋友來到今天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最新情況簡報會 首先介紹台上的官員 分別是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 衛生陳重青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生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医生 以及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医生 刚才他会请常任秘书长做一个开场发言 接着署长林文健医生就会介绍香港整体的情况 然后张竹军医生就会介绍最新个案的情况 接着李立业医生就会讲述医院管理局核下的情况 请常任秘书长 各位传闻朋友大家好 刚才行政长官在新闻发布会里也说了 为了加强疫情防控今早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核准了对预防及控制疾病的紧急规例 作了一系列的修订和增订 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我就会介绍这个修订和增订的详细内容 也会讲解相关实施疫苗通行政的安排 以及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详程 第一就是今早行政会议就修订了预防及疾病 控制疾病业务及处所规例第599F章 就将这个宗教处所理发店或者发型屋 商场百货公司 街市或者市集和车厄市场就纳入了这个第599F章的规管范围 就让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安心出行和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这个规例会由这个2月10号的零时开始生效 我们同时也都会发出这个指示 那就因为疫情严峻的关系 那就除了现在在599F章之下已经要关闭的处所之外 我们也都会要求新加入的宗教处所 以及这个理发店或者发型屋就关闭 直至到这个2月23号 第二项的修订就是修订这个预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第599G章 就将这个群组聚集的人数上限由4人就减到2人 同时我们也都会引入一项新的群组聚集限制 就是禁止在任何的私人处所进行一个多户的聚集 就是说跨家庭的聚会 多户聚集在规例之下的定义就是指两个以上的住户聚集 就是说两户人的聚集在私人处所是不受限制的 同时规例也都会豁免任何在这些住户的人的照顾者 也都不会计入这个住户的限制 就是说如果有两家人在一个私人的处所那里聚会 而他们有一些人是需要有一个照顾者的话 那个照顾者虽然是一个可能属于第三个的住户 但是这个也不算是违反我们这个多户聚集的限制 那第三个修订就是制定了这个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 是一条新的规例就是第599L章 那就是作为实施疫苗通行证的法律框架 那在这个599L章之下 食物却卫生局局长就可以发出指示 就定名对于进入哪一种指明处所 就需要接种疫苗 以及符合接种疫苗的定义 那按我们现在的计划呢 疫苗通行证就将会在2月24日实施 计划我们是会适用于所有599L章规管的处所 那就包括了刚才我们提及的 新加入599L的处所 就是刚才说的宗教处所 理发店、发型屋、商场百货公司、街市和市集 都会包括在内 但是我也同时就会对于这个 仍然容许在599L章之下 仍然容许开业的餐饮处所 的D类餐饮处所 就首先实施这个 施行这个疫苗通行证的安排 那希望可以是 就是在一个运作上可以能够畅信一些 那这个呢 我们都会在2月10日开始 就是刚才第599G章的修订呢 同样都会是2月10日的凌晨凌时开始生效 我们的发出的指示呢 由社会局局长发出的指示呢 也都会是由2月10日的凌时开始生效 就是说新的限聚令和新的多户聚集的限制都会在同一时间生效 那说回疫苗通行证的安排呢 在疫苗通行证安排之下呢 所有这些适用的疫苗通行证的处所的员工 和他们的顾客和使用者呢 都需要符合这个疫苗接种要求的 那部分这些处所其实现时的员工已经有接种疫苗的要求 那这个是不会再减的了 但是如果未有疫苗接种要求的呢 在新的通行疫苗通行证安排之下呢 那他们全部都会需要分阶段去符合这个接种疫苗的要求 那只有两种情况例外的 第一个就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 第二类就是经医生证明因为健康原因而不适合接种疫苗的人士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呢 就所有的人士 刚才我说的员工和顾客或者使用者呢 都需要符合这个接种疫苗的要求 这个接种疫苗的要求 我们会分阶段去推行的 第一阶段呢 就在我们开始实施这个疫苗通行证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的了 第一阶段就会包括所有这个12岁或以上的人呢 如果要进入这些疫苗通行证的处所呢 都必须接种最少一剂疫苗 它才能够符合这个疫苗通行证的要求 那第二阶段呢 就会是由4月底开始 就是大约有两个月 由开始实施疫苗通行证的时间 开始都大约有两个月时间 我们就会由4月底开始呢 要求所有18岁以上的人士呢 都必须接种最少两剂疫苗 那么留意呢就是 现在18岁以上的人士呢 他们通常都可以在3至4个礼拜之内 是可以接种第二剂的疫苗的 所以是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接种第二剂 另外12至17岁的人士呢 在第二阶段呢 我们就仍然是只是要求他 接种最少一剂疫苗 以符合这个要求 因为这个12至17岁的人士呢 是接种各别的疫苗呢 是会需要等候大约12个星期左右的 那么就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要求是全面接种了 就会是由6月底开始 所有18岁以上的人士呢 届时如果他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超过了9个月 他就必须是要接种了第三剂的疫苗呢 他才会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相反如果他的第二剂的疫苗 仍然是在9个月之内呢 他都会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但是就一定要在9个月的期限呢 完结之前呢 打完第三剂 他才可以继续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至于12至17岁的人士呢 如果他的 在6月底开始呢 如果他的第一剂疫苗 打的时候已经超过了6个月呢 他也都是必须要接种两剂的疫苗呢 才是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那刚才我们提了 如果是譬如接种复必泰疫苗呢 12至17岁的人士 他们是需要建议是他们等候这个12个星期的 所以也都会相信有足够的时间 接种两剂疫苗 但是如果他们接种第一剂的时间呢 在6个月之内呢 他们都会仍然是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那都是啦 同样道理 他们在6个月之内就必须要打完第二剂呢 他们才会可以继续符合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那至于是12岁以下的人士呢 由于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 对小朋友都是刚刚开始的 所以我们暂时是不会将疫苗通行症呢 是适用于他们住的 但是这个599L章呢 是一个提供一个法律框架 那我们是会视乎那个接种的进度 疫情的发展去进一步检视 就是说我们这个疫苗通行症的适用范围 以及根据最新科学委员会的建议 去审视我们这个疫苗通行症 那个接种的要求到底是应该怎样定 那另外也要提一提那个疫苗通行症 那个具体的执行的安排 那大致上呢 我会可以将他们 疫苗通行症的安排分开两类的 第一类呢 就是我们会叫做 是一种主动的疫苗通行症的形式 那这个就譬如是食肆 在食肆的情况呢 就顾客他去到一间食肆 他除了要扫这种安心出行呢 他也是会需要出示这个疫苗通行症 给这个场所管理人呢 用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去掃描那个疫苗通行症 那就记录低这个人士的疫苗通行症的资料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会是一种我们叫做被动的形式 就会是如果那个人士去进入一个场所 他就会需要是掃描这个安心出行 那而同一时间呢 他不需要主动出示这个疫苗通行症 给这个场所管理人 他就只会需要在 如果我们有一些授权的执法人员 是要求之下呢 就出示这个疫苗通行症 那这些呢 就会适用于一些流量比较大的厨所 那由于那个人流是比较多 也都那个出入的安排呢 未必不能够做到一个主动的 掃描疫苗通行症的形式 那这个我们是会用一个被动的方式去执行的 那至于其他599F章的处所 他们那个执行的安排呢 我们在2月24日实施这个疫苗通行症 或者在实施疫苗通行症的时候 我们就会一拼公布 那最后呢 我们也都是修订了这个 预防及疾病 控制疾病强制检测规例 第599J章 那就将这个规例之下 违反强制检测的定额罚款的金额 就由这个5000元提高至到1万元 以加强这个阻下作用 也都希望是市民能够是 可以进一步 就是 符合我们的强制检测的要求 那我就介绍到这个位置 请林医生 各位传媒朋友 各位市民大家好 那就讲讲疫情的发展 就在过去两个星期 我们总共就录得有2628宗 就是检测阳性新冠病毒的个案 那在当中呢 累积至今呢 暂时未找到源头的个案呢 就有898宗 当中呢 就超过85%呢 就是属于Omicron有关的 而大约有5.8%呢 就是属于和Delta有关的 那在那个整体社区散播来说呢 如果我们确定到是有垂直和横向全部的大厦呢 受影响的呢 已经有33栋了 那至少呢 如果说长者院舍 我们比较担忧的呢 当中找到长者院舍里面的院有个案呢 都至少有三间 那整体上来说 我们是非常担心 因为在那个Omicron病毒来说呢 我们也都抽取了超过一千个这些Omicron的个案呢 就看过他们的CT值的 那发现呢 当中呢 就大过八成呢 那个CT值呢 都是少于三十的 少于三十的意思呢 就是病毒量就相对高 就是显示到呢 今次的疫情 尤其是主流是Omicron的影响之下呢 那个传播力就会是非常之高的 鉴于那个个个案一直持续攀升 那我们也都见到呢 就是公共医疗系统呢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呢 由今天开始呢 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 这个居安抗疫的计划 也就是呢 所有的密切接触者 和呢 次密的接触者 次密接触者 就是说的 密切接触者的同住的家人 那他们呢 就将会呢 是家居呢 进行呢 是十四日 或者是四日的 这个 家居抗疫 去进行一个检疫的 我们会向他们呢 发出个检疫令的 而另一方面呢 竹高湾那个检疫中心呢 也都会改变为社区的隔离中心 那医院管理局的同事呢 就会将一些适合的个案呢 就逐步搬去这个 竹高湾的社区隔离的设施的了 在这方面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除了一个目的呢 是为了舒缓公共医疗系统的隔离病床的压力之外呢 也都很紧要呢 就是我们要呢 以空间换取时间 以增大腾出更多的空间 与公共医疗系统呢 来增换取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去接种疫苗 尤其呢 是长者的疫苗接种呢 仍然是处于不理想的状态 80岁或以上的长者呢 接种率呢 都是在22%左右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争取到的时间呢 可以在社区呢 更加快点推动那个疫苗接种 说回这个 居安抗疫计划 那因为今天开始启动的 所以都有一些新的数字给大家 就截至到中午为止呢 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 向38位人士呢 发出了这个 家居的那个检疫令 那我们也都见到呢 就是说 在那个4日的 家居的检疫 家居的检疫 就是这些就是次密接触者 就占19位人士 而14日的家居的检疫 就占19位人士 另外占19位人士 那居家检疫呢 其实呢 就主要有三个要素的 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一个健康的管理 就是说呢 这些家居检疫的人士呢 他要是 接受医学监测 定期呢 就用那些快速的测试 套装 那些主要都是一些 抗原的测试 那就是定期的 就是检视 有没有病毒的 那另一方面呢 也都要检测体温 那如果有些不舒服的话呢 其实他要立刻 也都向我们上部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一个科技 和技术上的支援的 我们呢 也都得到 民政事务总署的全力协助 那就有热线呢 提供给这些 居家抗疫的人士 那他们检疫的期间呢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都可以 透过热线去寻求支援 第三方面呢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支援 生活上的支援呢 也都在呼吁 就是在家中 接受检疫的人士呢 就是希望 他们的亲友呢 也都可以 帮帮忙 如果是有三餐 要购买一些东西 或者日常用品那些呢 他们都可以送往这些 接受着检疫人士的 那当然我们就 也都有指引 就是他们呢 就不要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 那些物品呢 就放在门外呢 然后他们 才再拿取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那些物业管理方面呢 我们也都呼吁 物业管理界呢 就也都协助 包括了如果在生活上 要转交一些东西 这些物业管理界别呢 也都可以帮到这些 正在接受家居检疫的人 其他的行业 譬如在网购公司 或者一些速递的公司等等 也都希望可以协助 那就着这些不同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都会 在这些界别里呢 都会给一些指引 就看一下 如何做好感染控制 在宋帝的时候 那昨天呢 也都很多谢 民政事务局 和民政事务总署 就和我们合办了一个简报会 尤其就是针对 物业管理界别呢 究竟是如何去送帝物品 以及如何提供协助 如何家居检疫人士 如何去处理垃圾 离开单位棄置垃圾 已经做了很详细的简介 在最后呢 亦都是再次呼吁大家 这个疫情 一定要大家齐心协力 才可以战胜 我们再三呼吁 就是在流行病学上 因为看到有很多都是 跨家庭聚会造成的感染 所以就尽量减少 跨家庭聚会 避免社交的接触 以及 亦都是尽快去接种疫苗的 戴口罩 就要紧贴面部 做手部的清洁 另外呢 亦都是记得 在日常的生活上 家居那个洗手间 或者厨房的去水位 记得每星期 下至少半公升的水 以做好这些防御措施 各位传媒朋友 现在疫情的形势 就危如累卵 所以呢 现在我们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 要走出这个疫境 一定要大家齐心协力 麻烦大家 麻烦林医生 有请张医生 是 我们昨晚有625宗个案 是测试阳性的 大部分都是本地个案 如果是做了那些快速测试的那些 就有15宗有L452R的变异病毒 即是怀疑Delta 其他那些都是怀疑Omicron 刚才林医生也说过 在这些个案里面 有很多都是跨家庭的聚集 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至少有19个大的群组 是超过10人以上 以上是有影响的人士的 那总共呢 就是有些亲友的饭局 牵涉到一些在大厦的传播 或者甚至是在一些工作单位的传播 那这里呢 就是多的人数 可以达至47个一个群组 那这里的数字 总共加上就是367人 但是这里都没有计算一些小的家庭群组 就是少过10个人的家庭群组 去到昨天呢 就是有898个是暂时找到源头的个案 大部分都是分布在深水堡 沙田 九龙城 葵青等等 在一些老人院 我们都看到有多处的 就是有些个案是影响了老人家 或者一些护理园 那安安护理园 在新界元朗太墙大厦 那里都是有一个初步阳性的老人家 那里都有一些在二楼 和他一起居住的那些同层的九个住客 就是一齐老人家都需要检疫 基督教怀智服务处 将军奥综合复康中心 都有一个福利园在那里确诊 他那里都有举办一些小组的活动 所以有14位的院友都需要检疫 那另外就是荃湾荃威花園人外护露中心 都有狐狸园初步确诊 那这里我们都要看看 究竟有多少是密切接触者 那另外在大埔区的混头街 乐善堂朱定昌仪养院 都是有一个老人家初步确诊 那这里都有25位人士是需要检疫的 那另外在上环的保良局 各罗桂珍护露若苑 都有两个老人家是初步阳性的 那这里是所有的院友 因为那里都有一个传播 所有的院友75个都需要接受检疫的 那另外在昨晚的封区旺行动 还有在深水域的护月楼 我们都比较多个单位 就是受影响的 其中在二楼都有五个单位 那二楼是需要 其他的居民是需要撤离的 而那里的喉管 就看过暂时没有一大问题 那我今天的报告是这么多 麻烦你 麻烦张医生 有请李医生 医管局截至今早9点 在24小时 情报个案是364宗 83名病人就康复出院 现在总共有13315名病人 已经康复出院的了 现在有1853个确诊病人 分别在北大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医院管理局传染病中心 亚洲博览馆社区自力设施 和15间公立医院留医的 个案编号14814的84岁病人 目前情况危态的 那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打针的 早前危态的病人13400 77岁病人也转为严重 他都没有打针的 另外还有多一名的严重的病人 就是50岁的男病人 去编号14930 昨天严重的病人 个案15118的 73岁男病人 已经转回做稳定了 他就打了两针的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们仍然都有几位的病人 都是严重或者危态的 医护人员现在正是尽全力去照顾他们 希望大家都明白 并不是每一个近期感染 新冠病毒的病人 情况都轻微的 有些甚至要入到心肢治疗部 所以要用呼吸机协助呼吸 我都想再呼吁 未接种疫苗的市民 尽快接种疫苗 打了两针的 也都要安排打第三针 特别是长者 这样会有助减低出现 拼法症或者死亡的风险 另外我也想在这里 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在明天开始 5至11岁的儿童 已经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 这个复必泰的疫苗 现在会有三间的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分别是香港儿童医院 玄州国体育馆 以及港医医院 就16号开始提供有关的服务 近日大家都很关注 一个快速的抗原测试检查 如果阳性之后 我也想说 如果大家用这个测试 是检验到阳性 是需要再做一次的福检去确认的 而首选的福检方法 就是做深厚脱液样本 现在在四十几间的普通科门诊 港铁站和邮局 都是有一个样本的瓶可以去拿的 做完检测之后 可以请家人或者朋友帮手去递交的 留在家里等这个检测的结果 如果真的有困难 还是找不到人帮手 才去急诊室到这个福检 但一定要做好感染控制 特别是口罩那里 尽量用点对点的交通工具 由于近日急诊室 都多了很多检测的病人 都非常繁忙 步伤急诊室的轮后时间会比较长 希望病人都能够体谅 同时亦都呼吁病情较轻的 其他病人可以考虑去普通科门诊 或者私家医生去求诊 一来可以减低风险 二来都可以减轻急诊室的压力 还有近日 有一些家人一起感染的个案 其实我们医护人员 将心比心我们都会尽量安排 方便家人去照顾小朋友 但是在边排病房方面 可能都会有很多其他的考虑 包括可能跨医院的因素 病情年龄 还有没有长期病患 所以这里第一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二来我们也都可能 真是未必可以安排到 住在同一间医院或者病房 希望病人也都理解和见谅的 以下就是有一些 医管屋同事的初步确诊的资料 以下公立医院的职员 因为社区和家区感染 都是初步确诊或者确诊的 包括一名屯门医院的医生 四名护士分别在人制医院 柏立基普通科门诊 九龙湾健康中心普通科门诊 和阿丽士航苗宁那达素医院 另外有13名的病人服务助理 运作助理文员或者外判职员 分别在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 律敦寺医院 东华东院 玛丽医院 玛加利医院 儿童医院 黄大仙医院 灵实医院 和威尔斯亲王医院 屯门医院 和博外医院 职员已经安排隔离的治疗 医院感染控制组 都是做了contact tracing 进行这个的彻底清洁和消毒 同事工作期间 是有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置 所以没有病人是列为密切的接触者 大部分职员也都因为 有脱下口罩聊天和吃过饭 有十多位职员是列为紧密接触的 现在都陆续安排检测 暂时的结果 全部都是阴性的 所以我们都是再次提醒同事 避免社交活动 不要一起进食的 另外 伊丽莎法医院 今天也都有两位护士 一位文职 和一位运作助理 初步确诊 它也都有和其他同事 一起进食的 现在共有19名员工 是列为密切接触者 提到就是说 其实 昨天这里伊丽莎法医院 是有两间 暂停了接收新症的 深切治疗部病房的 今天已经是恢复正常的了 另外我们也都是有六位病人 入院时 我们也是有效地 筛查到他们初步确诊的 分别是在名外医院 瑪嘉烈医院 和人际医院 亦都这样 因为有三十多名的 同病格的病人 都需要列为密切接触的 今天我的报告是这么多 好 麻烦你 李医生 不好意思 我补充食肆的安排 刚才提到 我们其实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需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刚才在食肆里面 我补充一下 我们会对于食肆 仍然容许开业的餐饮住所 我们就会要求D类的食肆 即是已经会实施 疫苗通行症的食肆 我们就会将这个人数的限制 收紧到4人 这个就是由2月10日的零时零分开始 同一时间 我们其实是会在这些厨所 实施疫苗通行症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食肆 还未能够符合到 这个疫苗通行症的要求 其实我们就会给一个 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宽限的安排 直至到去到2月24日 要正式实施这个 疫苗通行症的安排为止 它可以继续营业 但是它的每台的人数上限 就只可以是2人 这些就是之前的B类 和C类食肆 就是这样的安排 但基本上 如果我们在疫苗通行症 安排实施之后 其实将来只会有一类的食肆 就是我们现在的D类食肆 就是等同于所有 只有疫苗通行症 安排实施的食肆 那我补充在这里 谢谢上臂 接下来是答问时间 那请传媒朋友 利用同事代表你的咪 发问吧 发问前 告诉我们听你所代表的传媒机构 每次发问不超过三题 这位白色衣服的女士 你好,TVB 首先想了解一下 因为刚才对上一个特首的记者会 就有说到私人处所和跨家庭聚会 那方面 因为想知道执法那方面 其实会如何去应对 是不是会逐家逐活地拍门 还有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执法人员的人手 都会大量地增加呢 还有在这个巡逻下 其实会不会需要这个法庭的首领呢 第二件事就是想问一下 其实连接下来就会连搭交通工具 都需要这个疫苗通行症 但是说严重的时候才会推行 其实是多严重才会考虑到 是用这个确诊人数 去到哪个数字才会考虑呢 还是其实不会用这个确诊人数去做准则呢 最后也想问一下 因为政府就说鼓励市民去做检测 但是看这几天 检测的人龙其实也很多 其实会不会考虑加派这个 深喉退役的样本包呢 还有收集时间各方面 会不会延长一点 因为现在看到它的时间是9至1点 还是2至3点 可能有些人工作需要他们回夜班 那怎么可以方便他们呢 还有如果不会考虑加派的话 那这个困难在哪呢 同一个问题 有专家就建议用这个深喉退役 检测 就代替部分次数的核酸检测 就减低市民的轮后时间 还有减低存在的交叉风险 那你们是怎样评论这个成效呢 麻烦 麻烦长辈 谢谢你的提问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多户的聚会 或者我们叫跨家庭聚会 但是就因为我们是用这个住户作为单位 就是因为家庭就比较难定义 那在这个多住户的多户聚集的限制那里 其实我想正如所有我们 由一开始抗疫以来 我们绝大部分的防疫抗疫措施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市民配合 我们也很感谢其实这两年以来 其实广大市民是真的对于香港的防疫抗疫的工作 是非常配合的 所以在最新这个规例 刚才我想你们都听到内生防火中心的介绍 也都过去一段时间都听到有不少的个案 其实都是来自一些群组的爆发 都是来自一些跨家庭的聚会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定这个规例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再进一步 就是告诉市民听 其实在这段疫情这么严峻的时间 其实这些跨家庭聚会的确是需要停止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那个实际的安排上面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主动的执法 因为刚才你提到是否会做家族户 这个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有一些情况 譬如我们明天有一些个案 我们追踪到 我们是发觉到有人是透过违反了 这个多户聚集的限制 而导致一些群组的感染 或者甚至爆发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到有这个违反 599G将限聚令的情况 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执法的行动 但是我还想强调 其实最需要最需要的 都是市民的主动的配合 如果大家 好像刚才林医生所说的 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 可以减少避免任何跨家庭聚会 其实是很帮助得到我们防控的疫情 反过来 其实我们都不想去见到 就是当已经传播了 已经爆发了之后 才去执法 其实这个都是演词的 我们是想大家市民能够主动配合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 现在其实我们疫苗通行证 刚才我都在开场白那里介绍了 我们现在疫苗通行证的计划的实施范围 我们现在是没有计划去 就着公共交通工具 去实施这个疫苗通行证 我们599L章的规例本身 是因为它是一个法律框架来的 所以它就原则上 它是可以适用于任何的场所 或者交通工具都可以 但是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现在在2月24日 实施疫苗通行证的安排 我们在那个疫苗通行证的指示范围 我们只会指明这个599L章的规管 指明的处所 包括是食肆 以至其他所有的指明处所 我们会继续审视着疫情的情况 以及我们疫苗接种的进度 其实我们都看到近期 这个市民对于接种疫苗的意愿 其实是强了很多的 我们都在多方面去加强提供疫苗接种的渠道 和安排 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未来一段的时间 这个香港整体的疫苗接种率 特别是在一些公园群组 特别是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的 接种率可以再大幅提升 这个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第三个关于检测 首先在核酸检测安排上面 我首先要多谢广大市民的通力合作 配合我们强制检测的通过 或者是进行这个自愿的检测 收到这个安心出行的告示也好 或者可能是自觉有一个较高风险也好 我也都多谢各个检测服务的提供者的 前线人员和后勤人员 其实近期他们都是近乎不眠不休的工作 令到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那个检测量其实是大幅提升了 最近几天其实我们的检测量 已经创了这个新高是超过了20万 但是的而且确在检测需求 和这个检测量非常之庞大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安排之上的而且确未能够 是做到尽善尽美 也都为不少的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我在这里我表示抱歉 我们现在也是全力在采取一些措施 去加大检测量 和改善检测安排 或者容设我用多一点时间去讲一讲 我们那个安排有些什么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 其实刚才行政长官都很简单地提过的 就是在那个需求方面 其实我们都因应回 现在最新Omicron的情况 我们都检视我们强制检测的通告要求 其实从昨天开始 我们已经将强制检测的要求 改为两次 如果维风强劲那些 除了维风强劲之外 再加多两次强制检测 分别是第一二三日做一次 另外就是第四五六日 会需要做多一次的强制检测 希望这一个呢 一来就是可以 比较好地管控到那个检测的需求 另外也都令到需要强制检测的市民 有较充裕的时间 去可以做到这个检测的 第二方面 在那个供应那方面 其实行政长官都提到了 我们其实现在是 是尽全力去将我们那个检测的能力 去进一步提升的 那除了刚才说 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是可以希望进一步 由现在我们基本的10万 去到2月中的20万 再加上2月底的 直接去到2月底30万之外 其实我们也都会在那个检测的点那里 是增加的 现在我们全港其实有19个 社区检测中心 平均都差不多每区都一定有一个 另外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设了很多 流动的检测站 未来其实我们的其中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们已经密释了 这些检测地点是可以设立一些 比较长期的流动 长期的检测站 那这些比较 我们希望这些检测站是可以比较 比较大型和能够那个容量比较高些 可以服务量比较大些 也都有较多的地方可以是疏到人流 而我们也都会将这些检测站 是连接上去我们那个 现在的 社区检测中心 那个 预先预约那个系统的 就令到市民是可以透过预约系统 而预约系统 其实我们现在都容许有 即日的预约的安排 那么我们希望可以透过预约系统 也都帮助到我们去疏到人流 和方便到市民 可以比较有预算地去进行这些检测 同一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的 因为在 无论在市区检测中心 以至到楼图检测站 其实都会有市民是 未必是会预约 而是会需要去排队 那么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现在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 我们在个别的楼图检测站 我们在个别的楼图检测站 都有试行了一些 用机派丑的安排 以及给到 拿了丑的市民 可以实时在网上去 查到那个 排队的 即是排队的 排队的 那个进度 那么我们其实 现在是积极地 将这个安排 就去和其他的 检测承办商 去联络 尽快在其他的楼图检测站 以至到 有需要的社区检测中心那里 去实施 那么就希望可以 疏导到那个人流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我说的 有超过 在现有的19个市区检测中心以外 检测中心以外 再设多超过40个的 这些大型的定点的检测站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做到 将大部分的 我们提升了的检测容量 都可以给市民在他们 就近的地方去使用得到 这个也是 可以能够配合我们的 早发现 早隔离的策略 或者检测那里 我补充就这么多了 麻烦下一题 后面绿色的那位男士 你好,NOW TV 几个问题 首先要问 都是关于那个 关于那个疫苗 跨家庭聚会的问题 就是刚才也提过 说不会主动去挨家挨户 那样执法 但是譬如说 是否接到举报都会去执法呢 执法方面 譬如说很多 因为现在的住所都关闭 可能跨家庭聚会 都是在民居里面 是不是代表着 执法人员 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进入民居的各个部分 去搜查他 有没有人在 那样 就是那个详情是怎样 当局在执法的问题上 是不是已经想好呢 同样道理 就是在疫苗通行证的一些处所 包括比如说商场 这些 是不是都可以随时 有执法人员进去巡邏 去执法 大家进去的人 是不是打了针 就是执法的细节 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就是比书长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 关于 刚才 CE在那个记者会 都说过 就是说 修订那个雇佣条例 就是说 如果没有打针的话 就可以 就是解雇 顾员的话 都不算是无理解雇 想理清一下 代表是 所有行业都是 还是 只是关于 在599F之下 那些处所的员工 未打针就可以解雇 还是 无论 比如说 好像我们现在做记者的 或者可能 駕巴士的 他未必要打针才可以上班 这些情况下 我解雇的话 是不是都算是 不会是无理解雇 都可以合法解雇呢 所以想问这两个问题 麻烦 有请常卑 第二条问题 因为牵涉到 这个雇佣条例 那个 一个有时限的修订 那个是由 劳福局各方面 负责的 那我 我就没有详细资料 不过我的理解 他不只是 限于 599F厂 处所的员工 另一方面 关于这个跨家庭聚会 其实我刚才也提过 我想 我们定这个跨家庭聚会 即多户聚集的限制 其实主要目的 都是希望能够 传递一个很明确的讯息 就是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期间 其实这些跨家庭聚会 是真的应该停止 以阻止这个传播的 那我们其实都会 因为这个 599G将 禁止群组聚集的限制 其实都会需要 是由这个 社会局局长 每两个礼拜去 出一个指示 按那时候的疫情的情况 去决定是否继续的 所以未来 其实我们都会需要 是继续看着 那个疫情的发展 决定是否有需要 去继续这个 跨家庭聚会的限制 那当然我们希望 如果疫情可以好转的时候 就有这个空间去撤销 但是如果不是的时候 我想我们现在最希望 最希望的就是 能够得到市民的主动配合 去减少 在这段时间 避免有任何这些 跨家庭的聚会 在执法方面 我都再说一次 其实我们就不会进行 一个主动的执法 但是如果有 是被我们 就是当局知道 有一些是违反了 这个多户聚集的情况 那这个我们都会 是跟回这个599G章 去进行执法的 过往也都有 试过有一些个案 就是如果在我们 调查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它违反了 这个599G章的限制令 其实我们都会 发购票的 发购票 或者如果需要 进行其他跟进的 执法行动 我们都会继续跟进的 调查局局长 你没回答过我的问题 我意思是 就是因为 和往是 不够知道 家庭上的 那些都是公众的地方 你慢慢 现在这个被修计 被牵涉私人的地方 哪些都包括 民居的部分 如果做的话 是不是都可以 是没有受伤 因为现在的民居 要执法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 都可以根据 599G的执法呢 还有刚才你看过 你之前说 关于日后派 有没有需要去撤销 但是当时限聚力 都是这么多的 如果以后的条例 就是这个禁止 夸家庭聚会的条例 是会逐步放宽 可能变成三个家庭 四个家庭 一定是一次过撤销 那个解释是什么 在法例之下 现时我们在法例之下 夸家庭聚会 或者多户聚集 的定义 就写在规例上 就是超过两户人的聚会 就是属于多户聚集 至于刚才你说过 你说关于有没有搜查令 这一个 我们现时的规例 就没有特别提供任何去 可以进入任何私人处所的条款 但正如我所说 我们其实不会採取一个主动执法 所以其实也不存在 就是刚才你说到 要进行搜查的情况 但我们如果在任何的 之后的 个案追踪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觉有任何的个案 还是涉及这些 跨多户聚集的话 其实我们是会 我们然会严正执法的 下一题 是 这位女士 灰色衣 谢谢 好 好 我觉得我要一个问题 ро 宝赝 由 那么 准 第二……是用下屏幕的工程 是可以上的封身 可以封印自己的相片 號碼?, 第二……是雇者 有多少人被送到 Penys Bay的事情 和两名刑公司 我們的投票選方法和準確值片 Private place were reported today Thank you Mr. Chen and then Dr. Li and then Dr. Chuang please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s The definition of private place is specified in the regulation itself And it is a place which is not readily accessible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 public You can see the definition in the regulation I think on the question of enforcement power Let me clarify I think the regulation itself does not provide any additional power for entry into any private premises It does prohibit the multi-household gathering from taking place But it does not in itself provide the power of entry But I have to say the enforcement power under the other existing legislation still applies So if in the case I'm not saying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It is not an area where we would seek to proactively enforce But if need be There are other provisions O other powers in the relevant law enforcement legislation that we may invoke For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or investigating or abating any suspected criminal act Suspected offense that is taking place On the question about the vaccine pass Yes for the premises that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vaccine pass The leave home safe would be a requirement So just like it is now for the premises which are already subject to the leave home safe requirement That requirement would also apply to the vaccine pass premises As for the vaccination record Yes indeed We would allow both the electronic vaccination record And the paper record To be used for satisfying the vaccine pass requirement Bu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canning As I have mentioned at the introduction We would for instance for restaurants We would require the venue operator To scan the vaccine pass of the customers And that vaccine pass would be in the form of a QR code So if someone takes a paper vaccination record It will have to be the paper record With the QR code that the restaurant operator can scan Thank you Dr. Li Okay So your question is about the Penny Bay Okay So Penny Bay we start the operation today Or maybe I will say more accurate will be this afternoon We start transferring the patients from the Asia World Expo The CTF and also from the HKICC And actually we identify around 80 patients They are going to be downloaded and we are still on the way So I hope this move can be further released The tensions of the occupancy in the ICC And also the Asia World Expo Dr. Trang Yeah At this point we have around 500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And for the cases reported yesterday We have around 450 untraceable cases at the moment For today's figure, maybe I will report it tomorrow Do you have any other English questions? Yes, this question is Good afternoon, Hong Kong Free Press I want to ask because Hong Ko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crowded places When people live together And how will the household quarantine be practical If people are sharing houses Sharing flags and sharing toilets Especially for the low income family Secondly With 80% of people infected by Omicron That has CT values below 30 Which means a high viral load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to release the fascination records To show that Are they fascinated with the biotech vaccine or Sinovac To show the public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vaccines To provide better choice for the public Thirdly You mentioned that relatives and friends Should provide aid to people under quarantine In terms of food and resources As the government conceded How elderly people living on their own Would be taken care of Especially after one elderly has died During a lockdown into moon Thank you May I invite Dr. Lam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on home quarantin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s First of all For those vulnerable groups Or those low income families Who are living conditions are not satisfactory Like what you mentioned Share need to share toilets Or some common areas with other families Then very likely after a thorough assessment We would move them to quarantine in vaccinated facilities Instead of quarantine at hom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re are other conditions That under our assessment We found that not suitable Such as the individual health conditions With comorbidities with symptoms Or they are pregnant or unvaccinated And so forth Then we intend to cohort All those with the same risk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unit So if there is a different risk levels Of household members involved We will separate them To see who are more suitable To be placed under home quarantine Whereas others at the designated facilities And as I mentioned If the conditions Health conditions are not suitable We would also probably move them To vaccinated quarantine facilities So that we have bette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ver these citizens And regarding your question Of the respective efficacies Of the vaccines Currently there are Sinovac as well as Biontech So we already have quite abundant data From local studies From the two universities Showing that both vaccines Quite effective in producing the T cell response Which contributed to reduction in severity And possibly reduce the death rate From the T cell response immunity So on the other hand And they have differences in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he local studies show that Biontech Got a higher surge in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But we also found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the Sinovac Although there is a difference And with the real world data If you look at other places Such as the Chile And South American continent Where the Sinovac That are more commonly used The real world data also showed It's quite effective in reducing hospitalizations Reducing deaths And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logistic Or supplies to the families in need Who are under quarantine Indeed we encourage them To solicit the assistance of relatives And also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Or delivery companies and so forth So that they can indeed Or order something that's more catered Or tailor made to their needs But if those who are living alone Or f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y require our government assistance First of all We provide the hotline managed By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They would help them in whatever ways That they could On the other hand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In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if they do need help Like food supply and so forth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Would be ready to provide necessary supplies And so I think the whole Home quarantine to be successful Would require not only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But also the support from the Those who are under quarantine at homes They have to comply with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 And remember not to leave the homes For reasons that are not justifiable Thanks 下一題 後面這位男士 你好AM730 先問一下法律修訂 想知道 多戶聚集 剛剛提到執法的問題 是否 表示是不會上滿職場執法 只會靠調查後追溯出告票 商場之旅 其實他們那些被動形式的檢查通行證 其實不是代表他們是無需要向保安員 或者是場地的管理人 出示他的疫苗接種紀錄呢 有些商場是屬於屋苑 或者甚至鐵路站的必經之路 其實那個情況是怎樣處理的 那是否會有些彈性 或者是容許那些模糊打針的人進入呢 另外剛才提到那個 那個家居檢疫那裡 想知道那38個人是涉及多少個單位 有沒有說是公屋或者是屍樓等等 梁景村梁潔樓那個個案比較多 其實有沒有說分佈是同層同座向還是怎樣呢 最後就是想問一下近期第五波 有沒有一些孕婦確診的數字可以提供 如果有的話有沒有說是懷孕幾個月 還有他們用藥病情有沒有說是特別的呢 麻煩你 首先請常備回答執法的問題 接著處長回答家居檢疫 張醫生說回這些案件的情況 在多戶聚集的執法方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現在是沒有計劃進行一個主動的執法 但剛才我也提到其實規例本身沒有額外提供一些進入處所的權力 但如果現有的法例之下 容許我們在一些需要 即是懷疑有違反法例的情況發生之下的權力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使用的 譬如我們在規例之下 其實容許我們去索取一些資料 所以如果有需要 我們當需要追蹤一些個案的時候 譬如我們去過往都有這些情況 我們去透過譬如追蹤CCTV去看 我們可以得知到有什麼人去過一個地方 我們提到了 如果被我們發現到有違反多戶聚集的情況 我們必然會在追蹤過程中發現到 我們必定會執法 在商場方面 我也特別講一講 因為剛才在行政廠官的記者會 似乎有不少記者都對這個問題有問題 其實我們在規例之中 我們都顧及了一些特殊的情況 譬如市民進入這些相關處所 唯一的目的是買外賣或者領取一些物品 或者進行一些必須的維修工作 甚至接受疫苗接種診治或者接受檢測 或者接受一些必要的政府服務 和參與任何法律程序 其實在規例之下 都是豁免於疫苗通行症的要求之外 另外其實我們在規例 我想我們在執法上 也有一個合理辯解的措施 就是說如果有個別人士 他必須要通過一些處所 譬如商場 他才可以去到他的住所 或者是他工作的地方的話 也可以視為這個 不需要遵守有關規定的一個合理辯解 但是我要強調 這個就不適合於說在那個處所本身上班的人 因為剛才我都說了 在那個處所裡 如果他是受疫苗通行證規限的處所的話 他的員工都是必須符合這個接種疫苗的要求的 我們其實都會看回那個個案的實際情況 在那個執法指引那裡 我們是會對於一些合理的情況 我們會有適當的彈性的 在梁潔樓那方面 就是那些都很多個單位受影響 就有六十幾個個案的 但是就是比較散發的 有關當局和我們都一起下去看 那些專家看過 就覺得那些後管那些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所以就沒有這個撤離橫向或者直向的行動 林醫生家居檢疫方 在家居檢疫 就目前我們發出了檢疫令的三十八個人當中 他們就涉及到十七個住戶的 這十七個住戶也都分佈在十一個不同的行政區域 另外也提一提就是 其實今晚我們會爭取 將那些受影響的那些大廈名單也都會公佈 令到市民也可以在網上知道哪棟大廈會有人士進行家居檢疫 我亦都趁機會補充兩點 第一點就是為了支援這些家居的人士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預備了一個資訊包 那個資訊包就會有一個十四天家居檢疫的手冊 在資訊包除了這個手冊會說他們要注意的東西 要控制要留意的東西等等 以及求助的熱線之外 亦都會有一個電子的體溫測溫度計 以及快速檢測包 就是進行這個抗原測試 麻煩大家 第三項就是補充少少 就是關於那個孕婦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那個社區的疫情比較嚴重 其實我們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 既這個特首的專家顧問團 其實之前也都建議 就是孕婦也都是適宜接種新冠疫苗的 那個比憶是遠大於那個風險的 所以在這裡也都呼籲大家 雖然是在懷孕的狀態 但其實都是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 麻煩大家 然後我們有最後兩題 後面的各位女士 你好 香港電台的 想問一下關於跨家庭聚會的兩戶人 有沒有人數限制呢 另外就是疫苗通行證方面 你們提到有被動的方式 就是會抽查 如果發現市民是沒有打針 沒有通行證 會有什麼後果呢 還有最後就是居家抗疫方面 密切接觸者如果他們附近的住戶 是會不會知道呢 還有就是會不會有人員監察住 是確保隔離的人士不會離開他們的住所 謝謝 請上碑 現時規例之下規定的多戶聚集 就是指超過兩戶人的聚集 如果在兩戶人容許的聚集之下 就沒有人數限制 但是我們在說的戶數是在說住戶 所以它一定要來自兩個相同的住戶的人 第二個就是關於疫苗通行證 如果違反的時候會有什麼後果 其實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情況 如果有任何人被發現 違反了這個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譬如舉個例子 它是沒有符合到這個疫苗接種的要求之下 如果是進入或者在一個處所裏面 身處一個處所裏面的話 我們是會有一個定額罰款是5000元的 這一樣其實同時是適用於這個員工 和顧客或者場所的使用者 所以無論它是主動還是被動 我們都提醒市民其實他們有責任 要留意這些疫苗通行證的處所 如果他們進入去 他們本身都有 如果他們不符合過疫苗接種的要求 是會有這個法律責任的 所以剛才我也都在開場白那裡 我為什麼特別再詳細介紹 就是說疫苗通行證我們是會分階段去執行 由第一針開始去到第二針 以至到18歲以上的人士第三針 這個都是希望提醒市民 他們是有責任 如果他們需要去進入這些 疫苗通行證的處所的時候 是要留意時間去符合法例的要求 多謝 好 最後一題我們請後面這位女士 四位你們好 經濟日報 想請教一下 剛剛說到今天的確診數字是625宗 想問一下大部分本地確診會不會有一個實際的數字是多少宗 還有想請教一下 家居檢疫那裡 其實很多市民都會覺得在家居檢疫那裡 可能呼籲他幫忙買膳食 但其實都會有擔憂受感染 會不會覺得這個情況有些强人所難 還有想問一下 剛剛提到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醫管局那裡 昨天有17個職員確診 對不起 確診 今天就有20個員工確診 想考慮一下 是否總共有37個公立醫院職員確診 那是否 因為今天單日都已經是 好像30個列為密切接觸者 會不會其實都影響到公園服務 還有想請教一下 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樓、二樓 那五個單位確診 會不會知道同層幾多個居民 涉及多少人數要撤離 還有昨天也有公佈 上環護老院有兩名人士 即是兩名長者確診 想問一下今天公佈的兩宗 是否昨天那兩宗 還是新增的確診個案 請林醫生講到居家抗疫 接著張醫生講到個案的詳情 李醫生回答醫管局的情況 謝謝 謝謝 其實家居檢疫的支援 是多方面的 即是我們鼓勵親友去幫忙 當然也有受檢疫的人士 可以在網上做網購 或者透過他大廈的物業管理 那方面幫忙 為甚麼有這麼多渠道呢 其實我們想更人性化地管理 即是如果他親友的支援很充足 他亦都是放心給他們 那就可以多個渠道去支援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其實會有相關的感染控制指引 就是如果他們要將一些東西交給親朋戚友 或者在那裏接收 究竟要用甚麼情況呢 舉個例子 其中的指引就包括了 就是他們不要有面對面的接觸 那些東西就掛在門口也好 或者放在門口也好 然後再通知對方 離開了之後才通知他們開門拿 第二就是開門拿的時候 那個受檢疫的人士 也都要戴上一個口罩 也都確保要緊貼面部 那就拿了些東西進屋之後 要盡快關門 然後就去潔淨手部 那這些很簡略的就是指引 那這些情況是否說 完全不能夠發生呢 不是的 譬如現在我們的檢疫酒店這樣說 都是就算要提供膳食給一些人士 或者一些外面的人 家裏的人想拿些東西給這些人士 那酒店的工作人員 都會這樣放在家裏 他的門口然後離開 然後對方才開門拿 那都是這種方式行之有效 還有更加可以做到一個人性化的管理 就是他有多層的幫忙 那另外一方面呢 亦都可以有個好處 就是說 假設他真的沒有人去支援他 那我們社會福利署都會有適當的一個支援 在供應上面 那也都說回 剛才有位記者朋友也都問到 就是說那個監測會是怎樣呢 第一呢 他們在那個檢疫期間 是沒有必要的情況 是絕對不能夠離開那個家裏的 所以會有一個 去進行家居檢疫之前 他會帶上一個電子手環 所以那個電子手環就會確保 偵測到他不會離開到那個家居 我們就會偵測到 那麼 也都 在那個家居檢疫整體上來說 因為現在其實一直都在進行著 過往我們就算違反了一些檢疫的 離開的那個相關設施 我們都會作出一個檢控 這些是一些後續的行動 麻煩你 在今天確診的個案裡 大概有四宗是輸入性的個案 上環那間保良局角樓貴珍護養院 總共都有兩個初步有性的院友 跟昨天說的一樣 那個副月樓 就是二樓應該是 2021到2026都是要撤離的 如果減了五個已經有確診個案的住戶 就應該有21戶人士 好 醫管方面 昨天提到我們有17位同事 是初步確診或者確診 其實今天是22位 加起來是39位 我們同事在做他的工作的時候 都是有適當的保護裝置 所以都是沒有任何病人 是列作緊密接觸者的 當然都是有其他的同事 是成為緊密接觸者 因為他們休息 吃飯的時候 都是有脫下口罩 這個我們都是提醒的 但是另一方面 也都明白員工 可能真的在他用膳的時候 在他的地點安排上 可以都是有一些適當的處理 以及他有些難處 個別醫院和聯網 我們都是努力去作出一些安排的 人手少了 同事就一定要分擔其他工作 會辛苦了 但是我們都會密切留意 情況調動人手 避免影響到我們的服務 好 我們今天的檢報會到此完結 多謝大家出席 公司介不介私人地方 不好意思 或者要解釋 可能這個問題值得解解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工作地點 在規例之下是屬於私人地方 但同一時間其實在規例之下 599G張群組聚集規例 它是有一堆的豁免的 這個豁免就包括一些 為工作需要而聚集的豁免 所以在這個工作地點 就算有很多人都好 它本身不算是違反多戶聚集的 多謝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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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